每一個人問我,如果MIRROR MEN 最好朋友在哪裡,我一定會回答JEREMY 我是不需要想,是不需要有半秒的答案 那我想問一下MIRROR MEN 你最好朋友在哪裡 這一個... PASS HI! 歡迎來到這個巨龍魚豬仔的... 進步了,開始搶著來開頭 快點嘛,等你爸爸許,許完 去得來,我們都已經開了 來到巨龍魚豬仔的問答,快點 如果參加奧運,你們會選擇什麼項目? 排球 你會選擇排球? 因為我小學真的會打排球 而且你喜歡團體的東西 因為我有想過一件事 我有想過,個人項目一定是團體的 我不喜歡一個人 一個人很沒信心 也是 但是我現在想,我會參加游泳 因為我覺得游泳很好看 我也有想過游泳 巨龍有沒有想過做奸角,我也想說一下 我發覺,我做了很多角色都是... 奸奸的 不能夠說奸 不是說奸,就是有一點... 是有一點... 有一點點的那邊 有一點點,但不是奸 總之就是正義的那邊 Kind of 因為平時的性格比較古古畫畫 喜歡說笑,喜歡比較... 那些叫什麼? 就是... 後花花 後花花 輕挑的感覺 所以令人覺得你是很適合這類的東西 因為一開始我們想... 我想我們Casting所有東西都是... 看你合不合的角色 很多戲組 其實我是覺得...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個圈子 很被動的 很多時候都可以等其他人給工作 我覺得Youtube又是一個比較主動的 又可以展現不同的... 另一面給觀眾看的機會 我覺得... 而且我覺得我自己的拍子很沒有行動力 就是要有人逼一下 就是有些目標 有些東西都要選擇 有些東西要玩一下、遊戲一下 你又會選擇我,又會選擇你 所以就是這樣一齊 為什麼答應呢? 因為我本身... 因為我不喜歡拍Vlog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我的人生很悶 大表哥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嗯? 你懂得這樣嗎? 他可以帶動多些我講話的東西 真的的 訓練也有 訓練一下 而且平時... 想拍些有趣的東西 但因為我是一個不是那麼有趣的人 一個不是很有趣的人 但一直都想拍些有趣的 其實這件事也挺有趣的 所以就試一下吧 所以我覺得都很好玩 我覺得是撞了一些東西出來的 就是撞了一些... 我們兩個的Chemistry 就是我不停很好動 他長期不理我 我覺得挺有趣的 那你要想一下你真的很難理 有時候他不知道怎麼認我是真的 他不是假裝的 我們有沒有經過設計 假裝了一些 很難設計的 假裝了這些東西出來 經不經常上對方的家嗎? 我現在買你家了 其實他也經常上來的 我應該上來第五次吧 第六次 第六次 其實也不止六次 不記得了 總之我搬了來大概一個月多一點 他就來了四分之一的時間了 我經常都上來的 是的 但是你家真的很遠 但是你說我家很舒服 對 家很舒服 海景很漂亮 現在好看點 是嗎? 不是 因為我覺得呢 我覺得大家都英俊了很多 我們沒有整容了 首先聲明 我們沒有時間整容了 就是我整完都是這樣的話 我真的會殺了那一陣子 但是 因為我們開始了解到自己最漂亮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 什麼角度 什麼表情 什麼髮型 什麼妝 例如很簡單的分享 就是我跟阿朱一起出工作的時候 我們兩個不能站在一起 因為我們兩個都在這邊面 你可以發覺我們場景都會這樣對著 兩邊一起 這樣就拍不到照 是的 只是那次Yogan的那個 我讓了給他 我讓了一個美麗給他 請問兩個人的共同興趣愛好是什麼 是沒有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跟你熟了 我不記得了 因為我的味道慢慢吸引到你 這個很好的問題 是否團內我們兩個是最好朋友 這個可以回答你 我是 但是我很期待他怎麼回答 你問我吧 每一個人問我 如果MIRROR MEN最好朋友 我一定會回答JERMY 我不需要想 不需要有半秒的想法 我想問一下MIRROR MEN你最好朋友是誰 這個 這個 很多人都問一個問題就是 ALINA VS GERM 或者ALINA還是GERM ALINA吧 其實應該這麼說 不用想了 我只能夠 我只能夠說他們兩個都有一個很大的共同 就是兩個都喜歡ignore我 兩個我很喜歡ignore我 我叫豬仔 這個問題是解釋了很多次的問題 你解釋了 我們在Channel上正式解釋 就是因為我熟主 其實 不是嗎 不是的 我是覺得不是 因為我真的不會很記得你送給我 我是覺得 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你很親切 我經常覺得你給我感覺很親切 我是親善大使 對 他很親切的 經常給我感覺 而且他很甜蜜 然後我就覺得很配豬仔的名字 就是我喜歡很甜蜜的叫他 對 對 所以就蠻好處置 蠻無聊 人家已經問我為何叫大表哥 到現在哭都沒有人 不停有人問我 我幫你解釋 因為你的氣氛很像表哥 但又不可以太近 又不可以 粉絲不可以跟我太親近 所以想當大一點 要加一點 大表哥 但是你真的很適合大表哥 我也覺得是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表哥 連Lokman都叫我表哥 不是他一向叫表哥 但是他叫我表哥的發音 真的好像叫我表哥 表哥的聲音 不如這樣吧 感性一點好嗎 你最欣賞和想對方改善的地方是甚麼 欣賞 感性的結尾 認真 欣賞 我先 你先 欣賞 欣賞是真的欣賞 但表哥是 這不是說話 你真的好像一個哥哥的發育 令人很放心 跟你交流 跟你聊 自己心裡的一些心底的話 又不會怕你會爆出來 不會爆出來 而且又覺得是 在Stanley旁邊 是不會有任何顧慮的事情 對 就是很方便 很free 你不停說 對我尷尬 就是 會令人覺得很舒服 我覺得 做朋友 你怎樣都很舒服 是一個很重要的 對 對 大家起碼都 我不需要特意去夾你 或者特意去認酬你 我就可以跟你相處得很舒服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你一個很好的優點 那最需要改善的地方 最需要改善的地方 不要說那麼多話 你有什麼要改善 沒有 沒有 因為我不會 我很少看別人 不好的東西 我也看的 但是 我沒有什麼 看對你有什麼 覺得有什麼特別要改善的東西 有什麼 你自己覺得呢 我自己 你有什麼改善的東西 很多東西要改善 超多的 我真的要改善自己 那人看自己 當然有很多東西要看 改善的東西 但是 我就縮下好像 不是 可能不好 不要那麼多話要說 哈哈哈哈 哈哈 沒有 我們不說話 連我也不說話 就沒有人說話 大家知道嗎 啊啊啊啊啊 好 到我了 我告訴你 我最欣賞你的地方 其實有多少 我坦白說 第一 我覺得你是 很甜蜜 首先你是會 好好照顧別人 就是你會 幫忙做很多 就是照顧了別人先的 你一向都 例如 很簡單 譬如我們要挑戰MIRROR 你都會先夾食物給別人先 你才會夾給自己 就是這些東西 我覺得是很印象的 嗯 另外一件很好的就是 就是你是很深思深的 就是你是會觀察著 其他人的情緒是怎樣 其實 雖然這麼說 好像賺了自己 因為我都是這樣的 就是你會覺得很照顧別人 通常 通常照顧別人的人 是因為他們觀察 是的 因為我會 我很想身邊的人 都是開心 處於一個開心的環境 開心的 即使人家 就是不開心 我都會想令到他開心 令到那個環境開心 就是我是這樣的 你也是有這個特質 但是我不是想令人開心 就是你是會照顧別人 我照顧別人是 所以 我有想過為什麼 不是 我有想過為什麼 因為我小時候 我是經常被人 羊打 欺凌 可以當是欺凌 即是被人取笑 所以你就要 在想我要怎樣去 不要被人取笑 所以我會做什麼 那有些人就會 不想被人取笑 取笑回人頭 我沒有 所以我就是 令到自己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人 令到自己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人 令到他無法取笑我 所以就 應該是習慣 譬如有幾次 他感受到我不開心 他都會主動走過來問我什麼事 他經常都說他自己沒有不開心 一個人很困難的 是啊 經常不成功 自己不開心 我看到他的樣子是 完全是 黑了臉 或者不知道怎麼說 然後問他你有沒有事 沒有人沒有事 你要明白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或者有時候說完出來 是沒有用 即是你明白 現實的都是解決不了的 但很多時候 解決不了就是要說出來 起碼你可以說 你說完之後 好過你一直在自己 都是的 這個都是 我發覺 我入了行之後 這件事嚴重了很多 是啊 因為你有很多事情 你真的解決不了 不要緊 但是這個世界真的 有很多事情都解決不了 所以你只可以 梳法 你找一個方法梳法 那你如果 一直屈住在自己 就梳法不了 你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講不出來 是的 雖然大家都幫不了你 但是 起碼 我跟你share了你的 苦方 就是share你的感受 給你我的一些能量 那你又可以排走這副能量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 就是這樣說 有說很長的 我很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以前不會這樣想的 就是以前不是做幕前 是不會 不會想這些的 有時候是 但是因為現在做幕前 其實所有藝術 或者所有藝術 我都很相信 其實因為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有很多問題 他是因為 他說了很多東西出來 說了東西出來 他要負責任去回應 因為有機會影響著其他人 嗯 那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是 不可以說 或者是 要小心點處理 要小心點處理很多東西 就算無論你是 很不開心 都好 因為你的責任是 因為你的工作 不是要分享你很開心的 而是要帶歡樂給 我經常覺得 觀眾是沒有責任 要理解你 好都很開心的 因為你是一個藝人 我也明白 但是有時候我會覺得 藝人其實雖然很行 但藝人都是人 其實很多時候都有自己的情緒 或者很多時候有不同的情緒 但是 我只是想說 其實入裝行 更加感受到這種無奈 就是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我不知道怎麼宣洩這些 我以前從來都不會這樣 以前是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不用理會你這麼多 我想說什麼 我想乖著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但是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要顧及 我們會怕粉絲會擔心我們 又會怕我們某些意見 會影響到周圍的 對 人類海嘯式的回應 還有很多時候 我們不透明一些東西 可能我們都不知道的問題就會發生 對 至於這件事 我不是說要預期觀眾要感受 但是有時候很多時候 可以多一點點同理心 多一點點愛給不同的人 我覺得這個世界會再微妙一點 最重要大家都是 張森美三又不是 可以這樣說嗎 這樣說其實不是 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 因為這件事 我真的不懂得說的 但是未必做到 懂得開始了解別人的原因 因為很多人 因為其實批評別人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但是嘗試去了解一個人是很難的 因為你要浪費時間 特別在這個地方 這個文化之下 我覺得更加需要做這件事 就是這樣 很感性的 這個N 這個N會不會好像很難 好像在教兒子一樣 好像不太好 可以分享自己的 我覺得OK 其實大家都很好的 不過是這個環境 是一項 我們 有些問題是問我們 比如說我們造星前 和造星後的分別 是什麼都有問的 這些就是我們的分別 這些就是分別 其實每一個人 其實調教你MIRROR就看到 我們看到這些 對 對 立刻太感性了 先回來 對 Anyway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 其實這條影片 我覺得最開心的就是 跟粉絲是一個直接的交流 僅持於LIVE 因為你們問我問題 我們就立刻回答 所以希望你們都喜歡這條影片 但是我們都會想多一些 不同元素的影片 因為我覺得這樣才是好玩的 對 我拍檳幾多小時 真的要好玩的 體驗多一點 其實我們開這個頻道的目的 它的目的就是要體驗多一些不同的東西 而不是好像很普通的一個頻道 就是拍Vlog 我最不喜歡就是拍Vlog 對 其實都可以有的 可以有的 是多一些不同元素 所以我們目前 唯一試過做Vago的而已 不是 那玩遊戲 玩遊戲是一個嘗試 OK 但是我們下一條影片 是不是下一條影片 接著下來的 有條影片 有條影片 我覺得很好玩 很好玩 很精彩 跟奧運有關 對 那就希望大家到時留意 那現在就記得去like subscribe 和comment share 還有按鐘仔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走了不拍了 你找你按照片就不拍了